開箱了 這個廠商真的非常的要求 我家已經被他家佔滿了 ADM的折疊箱 裡面打開呢 還是他們什麼電冷氣 萬用電工作燈 他這次寄來的什麼 夏天到了每一家的廠商 都推出了這首所謂涡輪扇 那今天既然寄來的三台 我就隨機開一台來開箱給大家看 讓大家知道ADM他們家的涡輪扇到底長什麼樣 這一台我剛才隨機開了 這一台是綠色的 均綠色的 他們家的涡輪扇今年推出三個款式 均綠、砂色跟黑色 個人我覺得三色其實非常好看 現在開箱給大家看 一樣啦,品質保證輸入 好,一樣 看起來包裝也是非常的完整 ADM其實這幾年在台灣的戶外 其實我覺得他們開發商品的速度非常的快 不應拒絕 我本來想說他們家就做延長線就好啦 怎麼我們必要配出這麼多東西 而且還頗受好評 好,這個就是ADM今年夏天最新推出的 所謂的涡輪扇 其實很多品牌都有推涡輪扇 所以你要選擇選擇什麼 就選擇第一個選品牌 這關系到售貨服務 第二個呢,選擇喜歡的造型或顏色 其實基本上戶輪扇我覺得大紅小屁 好,這就是ADM的戶輪扇 然後幾個特色 第一個 它的底部呢 把副一把它設計成比較大面積的陳列 這樣子 所以相對來講就比較穩定 不容易翻 有的比較 比較小它容易翻 然後它有握把 它有握把方便你這樣移動使用 然後它這個風扇面 這個出風口的部分呢 其實出風口的面積還算是大 大概是18x8公分左右吧 然後它的特色是什麼 它這個調整風度的部分 270公分 這個調到最下面的270公分 這樣子 270公分 然後呢 它的特色是什麼 它的電線很長 它線應該是我試用過的 所有污輪扇裡面電線最長 它電線長其實有它的使用上的好處 自己搭去提供 然後它這裡 單面的進風口 然後這裡開關在這裡 開關它有三段 3 off 3 3是最大的 2 1 不過呢 我很聰明就是 這種風力 光聽聲音其實是感受不到 然後我們是專業的開箱對不對 衛生紙就要拿出來 給大家看一下到底它風力 體會一下 好看一下 對呀 3 3 快抓不住了 2 1 所以基本上那個渦輪扇 重複一次 其實我覺得大家的商品訴求差不多 那剛才你就要看品牌 因為這關係要稍後嘛 第一個看品牌 第二個是看什麼 看它的造型喜不喜歡 看顏色喜不喜歡 其他的部分我覺得倒是還好 最終一個看價格 這台目前 各大通通都有買賣248還249的光景 反正我覺得這個組合OK的